马修斯今天对媒体强调,尽管省府正在为民众更换新款的健康卡,但只要持卡者是合法的安省居民,旧卡就依然能够使用。 马修斯的秘书表示,只有在两种情况下,民众的健康卡会被吊销。 第一种情况是健康卡的使用过程当中存在欺诈行为,另外一种情况则是怀疑持卡者存在欺诈行为。 而一张健康卡没有申报记录超过7年就会被暂停使用。 这位秘书还说,更换新款健康卡是为了保护整体医保系统。 目前省府每月发出大约3000封邮件,通知省民及时换卡,每个人将会收到三次省府的通知。 如果届时还没有换卡,那么该人的健康卡也会被停用。 但只要省民没有接到通知,就可以一直使用旧卡。 据悉,新款绿色健康卡在1995年推出之后,省府曾经表示, 将在2000年完全停用旧卡,但超过15年过去,省内还有300万民众在使用旧卡。 在2006年,安省审计总长发现健康卡系统存在严重问题。 当时,省内正在使用的健康卡数量比安省居民人口总数多出了30万5000张。 范子宾